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 《正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拼经济反望部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下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议题 当然了,我觉得没有对错 但是有时候有些东西若定俗成 是不是应该破坏它呢 大家思考一下 是什么事呢? 原来有位 在新移英港妈 因为思乡 打算做些腊鸭和腊肉 还有咸鱼拿出来曬 西日对这些有点抗拒 他说不理 很多人说 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他不同的使命 我这些 当然要 说得这么大 肯定要做自己 我想说 我看到有些人说 怕被歧视 怕什么 他说不怕 我曬这些腊鸭和咸鱼 我家最近那间屋都夹八十位 窗口对出 下面是一条河 不会有人经过 但是我看到 都看到是曬出来 当然是看到曬出来 当然 有些师兄肯定会说我 怕被人歧视 有些师兄 别人都没歧视你 就觉得别人歧视你 根本没有人歧视你 这件事 大家都是 有自己判断 因为 那位师兄说别人歧视你 他又没有证据 但是 你说别人没有歧视你 你又是没有证据 因为没有人 投诉上门 你来英国都觉得他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 比某些国家的接受流力更加强 那些人很有文化的 为什么一种煮食的烹饪方式 都不可以包容我们 你没有忘记英国有某宗教人士 对于那些 那些那样的 他们有抗拒 鸭 鸭和 咸鱼 鸭都不行 咸鸭都不行 你以为鸭都不行 这个两棲类动物 尤其是脚那里有扑的 不可以 如果你的根据 如果你的根据 他就说了 一种烹饪方式 难道会歧视我们吗 就算真的有歧视 那是歧视你个人不对 还是你做错事 其实他 最后一句话也没问题 有些不关歧视事 是不美观 因为你知不知道我们这里 我们Council的规例 是衣服不可以曬在前院 不知道 是的 前院和前面的 有些阳台是对着街 都是不行的 不雅观 是的 是的 有些人是 碰走碰过 但我们Council的计算是不行的 如果执政来做就不行的 我们也从这个 其他的 其他角度看下 有人说得对的 因为现在春天 可能有 污影 亦有人说 我试过 曬蝦米 拿个网网住他 如果不是很多污影 亦有人说 腊肉 应该 不是拿条绳子穿着 应该扎着他 自己家裏自己做得开心就可以了 再不就开心分享给别人 你附近有人,会影响到别人 暂时这件事还没发生 他形容到没有人经过河 他应该是洗后院的 我自己就觉得没问题 但是他这样描述不知道是真是假 只可以这样说,不知道是真是假 也有人问,我不是英国人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想 但是如果问题在于挂腊出阳台 是否有问题呢? 这个最好与当地人探讨一下 一直互相猜疑 除了难融入当地社会 还会矛盾加深 如果是我 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是 远离别人就没所谓 但是如果是他拍出来的照片 就不像他说得那么远 我是会问问我的邻居 我都问一下邻居你这样接受到吗? 不接受到的 我就收回他 我是会这样 也有人说 对啊 正所谓 我有我自由 你x得你感受 那也不行 你不理别人的感受 别人都会是 会有些感官不好 也有人说 如果我左近真的很难受 就进来跟我说吧 我就会放回他 他都没有投诉 我当他没有了 不是这些 不是你们这些 不知头不知路 怕人歧视 又怕这样 怕那样 香港人什么时候那么害怕呢? 暂时没有投诉的 也有人说 别人走过来跟你说 你都可以解释 这个是我的饮食文化 我可以请你吃一口 那就什么都化解了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你请某种家人吃腊肉 不一定的 也有人说 我觉得在自己家做 又没有 没骚扰到人 那就没问题 这个就是 也有人说 在香港 不会吃腊肉 不知为什么过来 有些人那么喜欢吃 我也不知道 也有人说 其实最怕就是有些 蛇虫鼠鸡咬一口 你吃了身体不舒服就不好了 也有人说 其实 你做什么 和post什么 都有自由 不过 这个群组 会说他 有自由批评你 当然 隶身英国的一些群组其实是没有自由的 谷主可以投诉你 也可能会逼你去删帖 其实这样也没有 暂时的谷主 都可以给他 大家讨论一下也好 如果是我 我应该就 因为我是很怕麻烦的人 大家知道 我应该不会晒出来 因为我怕 我不是怕 我不是怕别人歧视 我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 一来怕蛇虫损 第二就是 真的有人 拍门 叫我修修了它 不如不弄出来更好了 我害怕麻烦 你也知道 长期隔离轮舍 前后左右都会有某种旧人士 因为始终是 巫蕊居多的石区 你明知他对这件事有些忌忌 纳鸭可能会好一点 纳鱼最好收收买卖 他说 他说80米以外才有房子 看得不清楚 OK OK 没问题 随便我又不是为了什么 玩玩而已 只是有些人 人家没歧视你 你已经自己人歧视自己人 人家说的东西就对 香港人说的东西 就是错 他可能是善意提醒 也有人说 明白每个人 都有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使命 身为一个 叫做 司拉 看到 都觉得很开心 因为大家有餐吃 也有人说 其实 我都有了咸鱼菜肝 不过在自己花园 不会好像你这样 举出来 而且还请鄰居尝一尝先 也有人说 支持 搞笑post 为什么变成吵架post 其实英国人 还可以 不过收收买 你又说出了重点 就收收买 对吧 也有人说 屋穿了咸鱼腊肉 又有大把邻居 多有特色 那村屋 完全没有风味 不当然 他只是说香港 别人都不是说香港 发生比较多问题的 我之前看过的新闻是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 楼上楼上楼上 真的太近了 太近没办法 你一定要收走 这是柏民 这家看上去 看上去就像townhouse 不像柏民 或者是house 因为看不到 应该可以 照这样的距离去 是 亦有人说 夏天咒到了 小心点 污蝇 其实我只是担心食安问题 食物安全问题 亦有人说 如果家里面 是有风干遮住 就没什么问题 只是盼着当地人 看到不知怎样想 找东西来报警或者告你 损失都是自己 有个个案 就是 那些人 晒衣服出来有底腕 放在很显眼的地方 就被人告 告完没事 但是拖到你很麻烦 小心为妙 亦有人说 就算在香港搞这些事 都会被人 骂的 那也不会吧 亦有人说 英国湿度很高 究竟能散不散? 这个也是我的 问题之一 亦有人说 其实 我们 麦邪做秘鲁纳肉 自己家里做很重酸美秘鲁纳肉 用风干机 用风干机 因为我们和南美洲的气候也有点不同 亦有人说 真真正正做到就是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人家 亦有人说道德L走开 亦有人说为什么 这个群组 突然有那么多 拿道德高地的人 我觉得都是善意提醒 你真心说 其实如果像你这样说 没有人看到 那就没什么所谓 亦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 有一个人的回应 就做起了牵然大波 是什么事 有人就问我 他说 大家认为 英国人会 想什么呢 哈哈哈 那个人就对他 你觉得 人家 想什么 很重要吗 这个是我私人空间 这是我家 没问题 然后 他就对他说 你答案来提 阅读理解 不合格 他就说 随便你 之后他就说 随便是 可以随便我 我又没有攻击你 不过 我只是提出问题 是question 不是problem 亦没有任何质疑成份 你这么急于反抗 干什么 到底 是谁看不起 还有 觉得 不见得人 为什么要弄出来 又出帖 他就说 最帅是你 比荷兰帅 你现在没关系 哈哈哈 亦有人说 行动前 由其他人的角度去考虑 要很帅才懂 可惜我都顾不到你这么大反应 我以为你帖出来可能是 很骄傲 英国人看到也流口水 当然 难点 英国人未必 他们对这些东西 最好的情况 就是 没有什么兴趣 最坏的情况 是讨厌 那个味道 觉得 好像腊肉 都当了腐难 但是马sir说这个情况 是几种情况 亦有人说 在自己的家里有什么问题 说真的 这些东西 不是到我们这一代来英国的人才做的 二十多年前的移民已经做了 那时 没有那么多中超 即是环超市 做得更厉害 整个花园都自己晒 你说的重点是花园 他不是 他应该是 那个角度 可能是花园不知道 因为看上去 好像在窗口 拔条绳出来晒 或者是 在花园 近阶子那里晒出来 因为他这个角度看到 那个不是我们真实图 因为那些是内部群组 这个角度看到 那个玉尼 那个 fence 就是那个 是不是叫 炸烂 围烂 围烂 只有 十公分八公分 所以应该很近 但是又不知道 那个窗口是拉条线出来 反正 是不是很近 后面的围烂 是很近的 是很近的 也有人说 随经应变 就地取材 生存之道 这个就是香港人的特色 香港人加油 煲底健 关什么事 煲底健是煮东西 也有人说 他们会觉得是落后国家的习惯 也有人说 为什么这么说 英国人 难道他们烟熏的食品 他们不懂 真是 可能人家求之不得 应该没那么夸张 也有人说 純分享 我上次 在海边埋鱼 渔民问我要不要鱼头 他说英国人不要鱼头 他说英国人觉得 很糟糕 没有文化 他 自己都知道 他自己都说不知为什么 他也是白人 不过就是 不够胆 吃 因为有些是文化的 是不是文化之下的渲染呢 或者是宗教 我认为 当然 亦有人说 没什么所谓 别人想 别人想起别人的事 但是 这个案子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所谓 之后 别人想起别人的事 其实也可能 有点所谓 不然 你如果被人排斥 就不是那么好 是对的 这个 暂时没有人觉得 有问题 就是他隔离轮舍 是 所以你那些留言 罵他 没有什么 是 我相信如果他被人说 他也不敢出谱 是 是 你真的被人说 我请你吃 应该解决不了事情 我解决不了 反正说 批评人士 真的没有L勇 我觉得他很厉害 要懂得做 又要 有个花圆仔 还要有心思 有要求 有时间 简直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有时间 是吗 好笑 六大七大都有 要看回当地区的气候 如果是空气湿度很高的话 你晒是晒 但出来的效果应该 不是你想要的 恶估 亦有人说 我们的辣味 其实跟南韩人的 Kimchi 日本人的鱼生 还有印度人的咖喱 一样都是饮食文化 这个就是香港地道文化 我们应该传承下去 不是和纳肉 应该 不是香港人发明吧 这个不止到历史 我 没有听说过是他们发明的 是的 你也可以说是文化之一 因为香港人是中国人 对不对 你计算你的地理位置 应该 原本不是你那里的 是 不过不要紧了 反正是你喜欢 我都 如果是我 再说一次 我觉得如果像他这样说 很远 没有人看到 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在他的家 就貌似没有他说得那么远 如果有些味道 这样骚扰到人 就不是那么好 当然现在没有味道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只有一个屏幕 希望他 就顺顺利利 如果别人有什么投诉 就收回他 亦只可以按 我说一件挺有趣的事 在新加坡的祖屋 很多 因为他们的间隔 太接近了 曾经有 两家人 是为了这个 门口拜神的 香 那些 味道 是 投诉要搞到 上法庭 是的 我听过你讲过 这个 你的香飘了进来 他说不行 这是我自己的位 然后我宗教信仰 你不能不让我上香 那个香飘去哪个方向 我控制不了 是的 另外一边 就说很臭 为什么弄得我敏感 心情不好 这种 但是最后 以我所知 这宗 这宗投诉 是 不了了之的 大家 雙方 私底下解决 因为两方都不退让 又是为我宗教信仰 不让我拜 有些人 有些人就 有上香的那位人士就在家里面 他说不行 我要向着哪个方向 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真是 不知怎样解决了 是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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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